这群家伙正打彩蛋枪打得不亦乐乎 却没注意到他们正在死人的坟墓上跳舞 一个人被子弹击倒在地 他摸着旁边黏乎乎的东西 还以为是中枪的队友 然而擦干眼镜才发现 这是一具腐烂生区的尸体 死者是个女性 三十多岁 致死伤在下巴 有人又立即从下颚插进了他的大脑 通过尸体上的腐区可以推断 他从死去到被埋在这里的时间 不超过一个星期 为了查明凶起 所长切开了死者的头骨 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凶器很长 以至于贯穿了整个炉腔 大脑被刺穿的地方 甚至生了一些虫子 古井和实习生在死者全身 长到了各种各样的伤痕 但大多都比较久远 已经愈合到无法分辨智商的原因 最近的一处损伤 是六个月前 位置在脑后 这一下可能损伤了他的大脑 容易导致一些认知障碍 甚至是失忆 借助安吉拉的技术手段 众人复原了死者的面部 并且很快得知他的名字叫小美 但奇怪的是 人口失踪库里 却有两份关于小美的失踪报告 一次是在她死前一周 另一次则是在六个月之前 而小美脑后的伤 刚好是在六个月前造成的 这会是她走失的原因吗 难道她遭受了家暴 小美的丈夫是一个牧师 她一脸悲伤 说小美确实走失过两次 上一次回来的时候 还迷迷等等的 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经过一段时间的陪伴 小美好像慢慢缓了过来 就在事情要好转的时候 她却又一次失踪 再被发现时 就已经成了一具尸体 没有办法 老布只能尝试 从其他地方寻找线索 之前小美的大脑里 寄生了一些虫子 它们吃掉了一些脑组织 而豪金则在它们体内 发现了镇静剂 因此死者很有可能 患有病在治疗焦虑症 经过调查 老布找到了之前 治疗小美的医生 医生告诉她 小美有很严重的失忆症 而失忆 是我们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 当有些回忆太过于痛苦的时候 大脑就会选择把她遗忘 为了不让病人感到孤独 医生经常会举办病友会 在这个会里 有一个失语症患者 很喜欢小美 她因为意外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从此就只有 拉小提琴的时候 才能说话 但提起小美 她只是一脸悲伤 唯一有用的线索 就是她提到小美 很害怕自己的丈夫 难道小美 真的是因为被家暴 才走失的 老布翻了翻以往的资料 小美确实起诉过 丈夫的家暴 但最后都无疾而终 而且无论老布怎么审 牧师都一口咬死 没有家暴这回事 只不过是夫妻间的正常吵闹 连当时调解的警察 都没法断定家暴 现在更难如登天 事实的真相 恐怕只有丈夫自己才知道了 好在实验室里 有了新的进展 豪金在小美身下 发现了一些亚麻油 和帆布袋的纤维 似乎在小美被买进去之前 就已经有个帆布包 被买在那里了 下面还特意铺了一层亚麻油 防止她受潮 但现场并没有发现帆布袋 众人都隐约感觉 无论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个不翼而飞的包 或许就是破案的关键 与此同时 估计还在小美的额头上 发现了一些蛊猎 并且在蛊猎里 找到了一些颗粒 最后被豪金证实 这些颗粒来自一些 军工武器的喷漆 而最符合的 就是这把军工铲 能打人 能挖坑 尾部还有个长长的尖锐锯子 几乎可以肯定 小美就是死于这样的 小美身上的伤都是因为家暴 但实习生仔细检查后 却在她的腿上 发现了一枚蛋片 这也就意味着 小美曾中过枪 而且没有得到正规求职 否则再憋脚的医生 也不可能留下这样的蛋片 之前治疗小美失忆的医生 曾提到 在小美的记忆处于空白的时候 她的大脑可能 就会塑造一些新的身份 会不会是这个时期的小美 遇到了一些罪犯 然后机缘巧合的 过了一段亡命天涯的时光 顺着这条线索 老布发现了一起可疑的抢劫案 一男一女四闯民宅 房子的主人开枪打中了女贼 之后男贼落网 受伤的女贼至今没有找到 而这个女贼实际上正是小美 男贼说 两人的认识纯属巧合 她也不知道小美的真名 当时小美被埋食的地点 刺激到了她 因为那个帆布包 就是他们一起埋在那里的 而里面装着抢来的八万块钱 到了这里 我们可以捋出来一条 关于小美的时间线 在被牧师丈夫伤害后 小美失忆 并离家出走 之后她遇见了男贼 并以女贼的身份疯狂作案 直到男贼落网 小美中枪 她丢失了自己女贼的角色 并再次失忆 然后被钱一时指引 流浪回了自己的老家 在这里 她接受了医生的治疗 并开始恢复一些记忆 直到一周前惨遭杀害 但小美恢复了哪些记忆 仔细想想 似乎小美跟一个 失语症病人说的话 都比她跟之前的医生 沟通的要多得多 这未免也太离奇了 于是 她找了医生的治疗记录 结果发现里面 都是一些没用的车古路话 似乎医生根本就没问过小美 失忆的那段时间里做了什么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解释 就是医生把这段记录抹去了 她想隐藏些什么 通过调查医生的过往 老布发现她有试赌的经历 虽然初次见面的时候 医生开玩笑地说 自己靠脚口香糖 战胜了毒瘾 但她最近的流水表明 医生依旧是个赌徒 而在小美埋尸的现场 豪金最终从彩蛋的涂料里 找到了一颗口香糖 而这上面 完整地留下了医生的齿痕 至此 证据齐全 杀人凶手 正是小美的治疗医生 当初通过治疗 小美慢慢找回了一些记忆 而医生在得知 她埋藏了八万块钱后 却建材起义 骨子里的毒瘾 令她搔痒难耐 于是 她删除了这段治疗记录 并从小美嘴里 骗出了埋钱的地点 之后为了独占这笔钱 医生杀了小美 很难经得起考验 就算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也难免会在诱惑前 暴露人性之恶的那一面 而毒磨跟毒瘾一样 骇人不浅 一旦沾上 几乎就是多入了无底深渊 再难回头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行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